那么下面呢咱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啊 简单来说咱们今天的目标呢 就是把咱们已经开始做的这个miniweb框架呢 把它完善 那简单来言之今天会加哪些功能呢 咱们心中先有个大体的一个目标 今天要加的功能呢 第一个就是让咱们的这个路由 还记得咱们原来说过什么是路由吗 说的直白点就是你过来一个请求 我接下来用哪一个函数为他服务 是不是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 是不是这就称之为路由啊 对不对 那么咱们让咱们的路由呢 今天第一个功能呢 要让他支持正德 就正德比较适合 让他有支持 至于为什么 一会你就明白为什么 那么当咱们读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咱们接下来就要 做咱们的miniweb框架里边的这个添加关注 取消关注 修改备注信息 以及呢 接下来我会告诉大家 在修改备注信息的时候会出现一个编码的问题 就是有个东西呢叫做URL编码 得适合给大家说一下 把他这个问题给他解了 讲言之先讲正德 让他支持正德 接下来呢 大家要砰砰砰砰 实现这么多功能 实现完了之后呢 最后的时候呢 咱们会把URL这个编码的问题给大家说了 因为这中间会出一个bug 把那个bug解了 就是用了URL编码的知识 这些东西都都完了之后呢 他们一个完整的一个miniweb框架呢 往往还会带着什么呢 log日志的功能 也就是说当我远程去控制一台服务器的时候 我不能天天对着这个屏幕去看输出调识信息啊 对吧 我打一个print1 我打一个print2 我天天看这个 我就废了 怎么知道呢 一般情况下就会有个文件 文件里边呢 会记录相关的调识信息 以及出拓的信息等等 那么咱们呢 就称之为log日志 那么在python里边呢 它有个more的模块 叫login 咱们直接用这个login模块呢 就可以完成相关的日志功能 加以至今天呢 还要加这个日志功能 今天还要加这个日志功能 加以至今天咱的目标呢 这个知识点的个数来讲的话呢 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他们这个连贯性呢 还是比较强的 而且还有一点 他们一定要去练 我说过一点啊 从这个前几个班的这个学生来反馈来看呢 就听都听都懂 但是呢 他们自己写一遍的时候 就懂感觉刻刻板板写不出来 所以说呢 咱们这个时候要明白一点 而上课的时候 你要尽量去听 然后呢 尽量给大家凑时间 你去练一练 听懂我意思吧 比如我说的 接下来开始练了啊 训练机还没打开呢 人家写了五百行了 你得写了两行了 你这个不就天天 这个比别人要少多一些事情 不就练的少了吗 好了 这咱们今天一个大体的一个任务啊 咱们就说到这